有小白在太成功 每一个日子都是忙碌温馨的 帝君已改往日一展插 一本书的寡丹生活 开始学着作反 打支孩子的玩具 时光匆匆 半月有余 今日白亿夫妇来接小白 帝君从晨起就心神不宁 想了许多理由留下小白 都被滚滚给否决了 滚滚觉得小孩子就该待在娘亲的身边 况且也怕影响了他们未来的情缘 帝君看了一眼魔智玩具的滚滚道 你说小白回去要是想我怎么办 他想了 再决定怎么办 帝君觉得自从见到小白 他在儿子面前说的话做的是 有时很像白痴 儿子经常甩给他一副不可救药的表情 也不知道三万年后的自己 到底是有多不像天地公主 他二人在说话时 白亿夫妇已经到了南天门 丛林派出的小仙鹅 甚是恭敬地引领着他们向太成功走 白亿心中十分忐忑 这待遇就是他老爹上来也不会有 才到了宫外就听见小凤酒清脆的小声 到了宫门处 看见帝君正举了玩具动弄孩子 滚滚看见他们跑过去 老爷姥姥叫得甚是亲切 想到备份的问题 白亿十分尴尬 对着滚滚道 小殿下太爱了 还是称呼我名字的好 帝君迎上来 上神不必介怀 不过是个称呼 凤酒娘亲抱过孩子 一看小凤酒碰了不少 小脸红润 大眼睛水汪汪的看着他 半月不见 很小女儿 低下头亲了上去 滚滚看见帝君眉头微动 甚是不情愿的样子 白亿跟帝君说了些感谢的话 本想带孩子回去 帝君却留下他们吃饭 不一会连送也过来陪着聊天 聊的大多都是孩子的事 气氛道也没那么尴尬 不知道什么时候帝君又把小白包了回去 吃饭时一点点喂的甚是仔细 其实在青秋 他们都把孩子随意放了 任他自己抓着吃 白亿笑笑帝君辛苦了 他其实可以自己抓着吃的 是吗 那我们看看小白的本领 帝君直接把小白放到了餐桌上 小凤酒闻着香尾 小手在玉碟里抓吃的 连送看着小凤酒的手在盘子里一顿脚 赶紧放下了筷子 觉得自己可能十天都不会饿了 吃过饭 帝君又留白亿喝茶 赏话就是没有叫他们走的意思 直到天边有了晚霞 白亿再次开口 帝君才点了头 帝君回寝殿收拾小凤酒的衣物 玩具连吃饭的玉碗也给装上 帝君佛书修得好 舍得二四宇从前不过是放下 如今却是不舍得 怎么舍得 怎么都不舍得小凤酒走 磨蹭了半天才收拾好了一个包袱 白亿夫妇辞过帝君 向宫外走 帝君追上去 抱过小凤酒道 我送送你们 这一送就快到清秋了 滚滚拉了下帝君的衣袖 父君我们也该回了 好吧 帝君把小凤酒递给他的娘亲 觉得小白离开他该是不 如果他哭一声 就会再把他抱回台城宫 可小凤酒并不哭闹 帝君看着白亿夫妇走远了 甚至落寞地对滚滚道 小白他怎么那么狠心呢 也不哭几声 小孩子哪有不喜欢娘亲的 哦 那你小时候也喜欢娘亲吧 我应该也很会哄你的吧 滚滚看着建罗的云霞 如果我们更早见到 应该会的吧 帝君看了眼滚滚 他来后 讲的大多是开心快乐的事情 可他三十几万岁才有的爱情 怎么可能一帆丰盛 儿子不说想来是有顾忌 那就随机缘 帝君拉起滚滚的手 父君很喜欢你 我也很喜欢父君 叶飞将龙 最后的一抹威虹也渐渐隐去 帝君轻语 我们回家 太成功地藏书革礼 闪闪一开盖在脸上的一本洪荒阵法图 看了下自己居然躺在书上睡着了 近几日闪闪喜欢研究洪荒阵法 对一些老神仙们的仙侦甚是喜爱 看下来 他觉得少婉和他父君设下的阵法不相上下 少婉的一个仙侦 是一个心字旧设的七巧玲珑 听说入此阵很少有人走出来 也不知道他父君如果正没有 闪闪起身想找帝君问下 压在书下的群居带到了一排画卷 他手里画出仙法 画卷飞了回去 其中一幅却不受控制 松散开来 看过去画上是他们几个孩子 可他父君怀里却还抱了一个 闪闪一时没看懂 又看了下 原来是他父君把凤九画成了婴儿的样子抱着 不过这画倒更像是滚滚苗的丹青 闪闪推开藏书阁的门 义君不在书房 他拎了画像店外走 此时陈玉和凤九还在秋千边上 陈玉看了一眼凤九道 回溯时光后 时空不同 论素或快或慢 娘亲 你看父君多想看见你小的时候 这都把你变成婴儿画了 凤九接过话 跟你说件事 可他看了一眼画却觉得哪里不对 画上帝君怀抱着的婴孩 却是他小的时候 可他记忆里 帝君并没有见过自己婴孩时的画像 这画上帝君的衣服 身后的树 桌椅都是不对的 陈玉看着画也发现了端倪 心里头上的一只发簪 是他们在凡是游玩时买的 今日第一次戴 可今天没有人描过丹青 陈玉看向闪闪 这画哪里来的 藏书阁 三个人见了藏书阁 闪闪听说是新女回溯了时光 甚是遗憾 可惜了 我不在 不然要好好戏弄下夫君 陈玉看遍了藏书阁也没发现什么 他们是回到了三万年前 这时候你该是多大 凤九仔细地看着画 应该是过了周岁了 他手不上画像 可东华是怎么把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 带回太成功的啊 闪闪笑道 我夫君他肯定是恩威病士啊 真好奇 我那版真的老爷傻表情 陈玉指着话道 他们那个年代 时间该是比我们的快 一军和连颂取代了原有的自己 不会有记忆 滚滚和新女突然出现到 把你从青秋抱回公哲需要时间 怎么也要一月吧 可我们才不过一个时辰 凤九脑子粗略地算了下 看向陈玉 那他们要是过了三万多年才回来 那 那 我也会老啊 陈玉打去他 你就是再老 还能老过帝君 笑笑 幼道 不会的 新女他们也一定在等纪元回来 况且帝君的心愿实现了 这法阵因他而起 自然会因他的心境改变 陈玉以你啥时候能恢复法力 把我送过去 我有一堆的事要做 你这么古灵精怪要是过去了 那凌霄点还不得翻了 闪闪看着放画卷的位置道 那这画能从三万年前来 是不是我们在画上写了字 陈玉他也能看到 陈玉沉思了许久 也是有可能的吧 这画定是新女放的 凤九一听开心地道 那我在上面给东华写信 万一能见到呢 陈玉你也给连送写吧 好 急展查后 陈玉把画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金色的日光穿过窗帘照在画卷上 三个人出了藏书阁 刚出门 陈玉带着白话和白银回来了 小白银一听他父君出远门了 开心地对方就道 给我父君捎个口信 家里安好 有银儿保护娘亲 他不用急着回来 闪闪揪了下他和白话的耳朵 没人跟你们抢娘亲 开心了吧 白银掏出快高底底闪闪 比娶媳妇还开心呢 院子里响起欢快的笑声 当然 没有人уп一般 都不在这里 你不在意 多数捏 人们都不在意 3 5 3 5